-Ball down the right field line Tucker comes on -Kyle Tucker -This time 隨著大聯盟球季正式結束 最令人關心的就是冬天自由市場的動向 到底法官Aaron Judge會不會離開陽機 和大股翔平會不會被天使交易 都是球迷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上週美國賭盤就開出7支球隊 簽下法官的賠率 今天就帶給各位這7支球隊簽下法官的可能性 以及他們是否有必要這樣做 第七名 芝加哥白襪賠率1賠10 打線陣容豪華的白襪隊 今年又打出一個失望賽季 全隊打者只有Jose Albreu跟Eloi Jimenez 打出超過120的OPS Plus 加上主力打者選不夠健康 最後將每年中拳的冠軍拱手讓給守護者 雖然說他們在冬天擁有寬裕的薪資空間 但是對上主力外野手Louis Roberts跟Eloi Jimenez 分別只有24跟25歲 加上沒有意外會執行球員選項的AJ Pollock 白襪的外野其實不缺人 但前提是要健康 雖然Aaron Judge今年打出了62轟的成績 但別忘了 他在前幾年也是飽受傷病所苦 加上已經30歲的年紀 白襪很有可能會將目光轉向Cody Bellinger的年薪便宜 有機會靠著白襪主場的優勢打出反彈成績的球員 或是從小聯盟拉上Yuel Key Cespedes 或是Oscar Colas等新秀 至於他們的冬天預算很有可能來補強投手任職 去年先發除了Dylan Seeds之外 ERA Plus最高的竟然是簽下小聯盟約的Johnny Cueto 所以白襪要拿下法官的機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當然也是因為他們完全沒有理由去追求法官 第六名 德州游擊兵賠率1賠10 在去年冬天補盡Marker Simeon、Cory Seeger、John Gray等自由球員後 游擊兵新賽季直筆去年多了8勝被認為是投資失敗 但是在確定請巨人冠軍教頭Bruce Bartschi出山執教後 總經理Chris Young就宣布今年冬天球隊不會停下補強的腳步 事實上游擊兵在例行賽的拳雷打跟長打率 都是排名聯盟平均以上的 68勝的最大原因就是殘破的投手輪值 防禦率跟被打擊率都是聯盟倒數 鄭中表現最好的是本季回過的Martin Perez 除了他之外先發投手去沒有任何移民球員ERA Plus超過100 大限再會打投手守不住也沒有用 Chris Young表示老闆Ray Davis會希望將重心放在補強投手上面 況且鄭中已經有Sieger的10年約跟Simeon的7年約 游擊兵實在不可能再砸一張10年約在Aaron Judge身上 雖然也有短約高價碼的選項 但在競爭力上又不如其他球隊 在先發跟牛棚都需要大力補強的情況下 身為12年游擊兵球迷還是希望把Joey Gallo帶回來就好 調子君的法官傳言大家還是聽聽吧 不要太期待 第五名波士頓紅話 賠率1賠8 紅話應該是我認為最不可能會簽下Aaron Judge的球隊 因為現在他們光要留下Raphael Davis就已經很有難度了 目前據說雙方價碼差距在1億美金左右 而且還有Zander Bogart要續約 不管紅話是否要留人 還是要找Carlos Correa、Trey Turner等人做替代方案都一樣 如果紅話想要搶Aaron Judge的話 上數三人的薪資會佔據團隊薪資1億美元 別忘了商兵名單還躺了一個2000多萬的Chris Sale 依照美聯東區現在的競爭力 紅話現在花錢搶法官意義不大 除非他們想要抱2013年洋機搶Jacoby Ellsbury的一箭之仇 第四名休斯頓太空人賠率1賠6 在賽季結束太空人的團隊保障薪資僅有8200萬美元 但是集中在Hosel Tuve、Yonder Alvarez、Alex Brackman、Ness McCulloch Jr.身上 但不出意外太空人會想續約Justin Verdant跟Michael Brantley等人 要簽下Aaron Judge至少也要3500萬美元 太空人絕對負擔得起 但問題就在於法官應該不會想去休斯頓 從2017年每當陽機備受期待能重返榮耀時 都會敗給太空人 尤其又爆出17年Altruve Toto MVP和作弊事件 除非太空人給出無法拒絕的史詩級大約 不然法官穿上太空人球衣的可能 只能從Photoshop或是電動裡才能實現了 第三名洛杉磯到齊賠率一賠三 說到花錢買大咖 美聯邪惡帝國是陽機 國聯的邪惡帝國就是到齊啦 到齊一直都是跟Aaron Judge下架畫上關係的球隊 只要不需要Trey Turner、Cody Bellinger甚至Clayton Kershaw 到齊絕對有薪資空間可以簽下法官 到齊甚至已經在考慮簽下法官後 讓Mookie Bass一方之二壘 但根據最新的乳魔指出 到齊確實不會優先考慮簽位Turner 而是簽下已經跳脫合約的Carlos Correa 光是看到這個消息 我就覺得到齊應該不會是法官的下架 因為攻守優秀的中線球員 會比好的外野手更難找 即使沒有Corea 轉頭簽回Turner或是晉升Dance B. Swanson都是選項 外野部分用低價簽回Bellinger 賭他能找回三年前MVP的身手 就算沒有簽回他 農場也還有一票新秀等著接班 所以到齊也許會是呼聲最高 但也最早出局的球隊 第二名 紐約大都會 賠率1賠2.75 休賽計畫的重金補強 今年拿了101勝的紐約大都會 在例行賽最後關頭被勇士超車 低落外卡 在三戰兩勝的季球賽 又敗給了教師出局 老闆Steven Cohen已經發下好語 讓總管大力補強 即使團隊薪資超過3億都不是問題 但問題來了 隊上有幾名主力在今年都成為自由球員 先看投手 前三位都是先發輪值的大將 而Diaz可以說是今年最強的守護神之一 打者部分則是Brendon Nemo跟Tylan Naquin 看完以上 我大概可以知道為什麼大都會排名第三 首先 Nemo在今年可以說是打出了自2018年以來 最好、最健康的球技 大都會也表態想要爭取他流隊 先給各位幾個提示來猜猜看我接下來要說什麼 29歲 健康 合約年打出好成績 經紀人的Scar Boras 沒錯 就是留下他的代價絕對不便宜 據說開價約莫在5年超過8000萬的合約 相比較之下 Aaron Judge只打他1歲 各項打擊數據都完全勝過Nemo 也有全職守中外野的經驗 但問題在於要簽下法官一年可能要多花2000萬 合約年限至少多3至5年 怎麼想還是Nemo比較划算一點吧 但現實層面就是 為什麼大都會要用短年約簽下 Max Jersey 用長約綁住已過30歲的Starting Martell 跟Edouardo Escobar 不就是要在短時間內衝擊世界大賽嗎? 用更大張圈綁住法官 第一能刺激場外收益 第二同樣身在紐約也不會有不適應的問題 第三老闆肯花錢 我怕浪費青春 如果大都會真的想要衝擊冠軍 我認為出手追求法官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第一 舊金山巨人 賠率一賠二 巨人會放在第一名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們介紹Aaron Judge的影片的話 絕對會知道Judge身為一個彎曲長大的孩子 支持的不是運動家隊 而是巨人隊 支持的球員就是Barry Bones 在追憑Roger Maris的記錄時 Judge都說過Bones的73轟 仍然是單記最多轟記錄 言語中都透露出對Bones爺的崇拜 至於巨人隊在今年冬天也有很充裕的鷹彈 可以補強 因為Colossu Rondon沒意外會挑出合約 已經36歲 而且身手已經大幅退化了Evan Longoria 明年有1300萬美金的球隊選項 巨人非常有可能以500萬美金買斷 這樣一來 巨人正中只有4名球員年薪破千萬 合約總額加起來5000萬左右 距離明年薪資上限的2億3600萬 有一大段距離 要簽下法官可以說是綽綽有餘 根據記者Nick San Miguel的報導 巨人已經有了Rondon離隊的備案 分別是Jaco DeGrom Shamania Michael Walker 除了DeGrom之外的兩人 都不需要花太多錢就可以簽下 就算簽下DeGrom也不會是長約 也不用擔心未來薪資空間卡住的問題 就看地緣攻勢能不能打動法官的內心了 最後說回楊姬好了 楊姬小老闆跟他的父親不同 他今年來都是走不繳稅的路線 獲得大部分股東的支持 原本在祭前跟法官談延長合約破局後 許多楊姬球迷都做好法官離隊的準備 沒想到他今年不僅保持健康 還打出了史詩級的62轟賽季 雖然基督賽狀況不好 但不會影響他今年對球隊的貢獻 根據MLB Trade Rumor的消息指出 楊姬想要交易Aaron Hicks、Josh Donaldson兩人 好勤出3000多萬的薪資來留下法官 但是紐約球迷嗜血的個性 在今年的基督賽一覽無遺 法官會不會想要留在這生涯的發跡地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最後想說一句 如果我是法官我會選擇哪一隊 我應該會選擇的是大都會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下列這幾隊除了到期之外 只有大都會最有競爭力 我相信很多人會說太空人也很有實力 但是17年偷我一座MVP 又作弊淘汰我們 除非你給我總額破4億美金的合約 才有可能會考慮 在到期拿到長約的機率並不高 所以能給8到10年約 至少3600萬的年軍星 沒有那麼嗜血的紐約球迷 我想我是法官絕對會選大都會 那如果各位是法官的話 會選擇哪一隊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或是想補充的資訊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也記得追蹤我們求關注的IG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